在网上有很多所谓忽兰大侠的传说或者谣传 据说这个忽兰大侠专杀恶人恶警 杀掉了179个人 至今尚未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这个案子被永久的封存了 案子曾经是这样的介绍 1986年的3月28号的夜晚 黑龙江上哈尔滨市的忽兰区公检法家属楼 当天晚上有52个人惨死家中均是一刀致命 其中27个人为公检法的工作人员 其余的25人均是其家属 包括老人妇女以及儿童 凶手用匕首在死者家的楼上 墙壁之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号忽兰大侠 此案至今未破 无法确认该人的真实性命 后来呢 被命名为忽兰大侠案 一个平静的小县城 这起案件的概念呢 和这个效果可想而知了 县公安局迅速的勘查封锁现场 并且立即向上级汇报 同年的4月2号 328的专案组正式成立 共计672人 其中包括北京派来的专家组 省厅的骨干力量 以及全国各地的侦破精英 经过两年多 确切说呀 是两年6个月023天 经过这些时间的调查 取证研究分析排查走访 专案组呢 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案情毫无进展 此后 该案永久封存 停止一切调查 1986年的4月6号的晚上 也就是专案组啊 成立之后的第四天 北京方面派来的痕迹鉴定专家 赵某王某在忽兰县公安局 招待所被杀 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某 以及其刑警队的三个刑警 惨死家中 连带家属四人 另两个专案组的成员 在住所被杀 案发现场 墙壁上依旧是四个大字 忽兰大侠 可以说呀 这个案件呢 与三二八的案件 钻手法几乎相同 均一人作案 一刀致命 刀法纯属 同年4月7号到9月15号期间 忽兰 哈尔滨 阿诚三弟啊 先后 有人遇害 其中 民警37人 刑警12人 及其家属 56人 与前一次案件不同的是 部分死者并非是死于家中 而是在下班回家的途中 被凶手从后方偷袭而死 以刀刺穿颈部 而后凶手持刀 在死者的背部 留下其名号 经过刀痕比对 鉴定 多次凶案的凶器 为同一把匕首 也就是说 是忽兰 大侠的那把凶器 哎 以上这些呀 都是这些媒体 这也有一些记录的 网上传的 有没有这么夸张呢 我可以肯定的说 根本没有 哎 一时之间呢 这事发生之后啊 黑龙江省的警察 没人敢穿这警服上街了 害怕呀 在这一段危险时期啊 这公安干警 给老百姓了一种 很特别的感觉 啥感觉 老帖呀 觉得公安干警 特别休闲 哎 为啥呀 上街全是穿的变装 不敢说自己是警察了 据说呀 这位大侠呀 要精挑细选 专杀那种啊 哎 民愤极大的公安败类 他咒服夜出 耐心的跟踪 暗杀的目标 等到僻静之处 果断出手 一击毙命 据说杀第一个警察的时候啊 他在这尸体上 留下了一张纸条 上写忽兰大侠 之后一连几年 他每年都得杀上几个警察 从未失手 当地就流传着一个民谣 叫什么呢 忽兰大侠走遍天涯 一枪毙命 哎 此后啊 这忽兰大侠的名声 就在当地传开了 而且说他是为民除害 专杀警察 对于这样的一个民间的一个刺客呀 当局几位重视啊 中央这个公安部啊 一个专组呢 就驻扎在这个忽兰 哎 驻扎了好多年 专门就为了侦破此案 可是这个小城啊 十几万人口 差不多 逐个村子 逐个人的 排查过了 就是没找到任何线索 话说这忽兰大侠作案这么多期 按说不可能 留下一丝的蛛丝马迹啊 当局破不了案呢 说明啊 这个大侠本人呢 特别精明 那活干的是干净利落 哎 不留丝毫证据 其次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大侠可能得到了老百姓的这个支持 广大人民群众 包庇 哎 拥固 袒护这个大侠 不愿意向警方 这个报告这个 有价值线索 还有人猜测了 这个 忽兰大侠本人 就是个警察 所以呢 他的反侦查能力极强 哎呀 总之啊 传的是这个越来越邪乎了 据说这个 忽兰大侠最后一次行动呢 是在这个九十年代的中期 有一天夜里 他跟踪着一个警察 当然了 这警察还是一个败类警察 等到这个警察 骑着自行车到门前 到私家门前停下的时候 他在背后开枪行刺 这名警察呀 哎 经验丰富 听到后面有动静 没回头 立即拔枪 朝着响枪的方向 进行黄击 啪 哎 不回头 开了一枪 两个人同时负伤 警察倒地 大侠顿去 这个 忽兰县的公安局的一个退休 领导说呀 哎呀 别说抓到凶手了 谁呀 就算能够提供凶器 就是那个 杀警察的那把凶凶器匕首哈 我个人全赏十万元 但是同年9月26号 这位退休领导 没想到就惨死家中 凶手用他那把匕首 在墙上留下一行字 然后将匕首 扎进墙里 说道 杨局长 你太令我失望了 这把刀 还是留给你们 做纪念吧 哎 从那一天起 忽兰大侠 就销声匿迹 气刀 归隐了 哎呀 你说这些事啊 船呢 都是一个神乎其身的 在这里呢 老刘啊 想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忽兰大侠 确实存在 至今呢 没有被抓换 但是他杀的人并不多 更谈不上一次 杀了52个人了 咱讲这个忽兰大侠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忽兰 这个地方 忽兰呢 是个小地方 它呢 是黑龙江的南部的一个县城 后来呢 并准这个哈尔滨成为了一个区 哈尔滨这些有的这个朋友啊 就告诉老刘啊 说这个忽兰这个地方啊 那叫一个字 乱 两个字 特别乱 哎 为什么能说呢 第一啊 忽兰这个地方治安查 各种案件频发 黑社会 遍地都是 你去这个忽兰的这个 公共浴室洗澡 很容易就看到一群身上 是什么 苗龙 苗凤的那些家伙 据说呀 当地各行各业呀 都有黑社会插手 七行八市 敲诈勒索 什么都做 当地很多的什么地产公司啊 什么这个 这什么什么运输公司啊 都是这些黑社会运营的 比如说征地 遇到这个阻碍的时候 会儿会儿们呢 就手持大砍刀 将居民呢 给声声赶走 谁敢不走 打的你呀 主动要走 这房产商楼盖完了以后 设法呢 就赖掉各种贷款 各种税收 银行 也是刚刚瞪眼 没办法 房子卖掉以后 这房子呀 全是有质量问题的 哎 对这些问题呀 可以说呀 熟视无睹啊 哪一个 买房子的你敢闹事 好吧了 实习 拿刀就砍你呀 前几年据说 这个忽兰那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 刘道宏的 是一个黑社会的一个头子 其实 在那个地方啊 就是一个小角色 据说当地著名的黑道大哥 当地就有十几个 二十几个 不入流的这些混混的 这些后期之秀啊 更是多如牛毛 即便是小鱼小虾 这个刘道宏也是罪行累累 涉嫌非法经营黑出租车 敲诈勒索 抢劫 寻衅滋事 非法持有枪支等罪行 说到这个乱的第二个 这个原因呢 是官员腐败 忽兰呢 是个经济 不算太发达的一个小地方 这个地方啊 官员的贪污呢 就非常厉害 据说呀 曾经倒掉的这些忽兰的官员呢 都是贪污 从这个千万元这个数字起步 连扶贫款呢 这帮 得说是不是东西的哈 都敢贪呢 第三就是官匪勾结 为啥这个地方这么乱呢 就是因为他们无法无天呢 这里的公检法呀 都有腐败分子 这几年抓了不少 尤其是黑社会呀 和这警方都有一腿 很多案子呢 都是不了了之 群众对这些警察呢 普遍不满 为啥忽兰大侠 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呢 就因为这些 第四呢 这个忽兰这个地方呢 很贫穷 人呢 还比较懒 哎 这里的人呢 多数呢 不思进取 暗于现状 下岗失业之后 您可在家里呀 吃一些微薄的老本 也不顺利呀 出去打工 人呢 还好面子 过年过节 还都得穿好衣服 平时在这朋友面前 还得装作自己生活好 都得抽名牌烟 年轻小伙子 宁愿去混黑社会 用这个血肉 搏杀这个一朝暴富 也不愿意脚踏实地的 做一点小生意 干那些 哎 正当的行业 那至于当地的一些女孩啊 都属于一些拜金女 哎呀 多数啊 都成了这个 失足的 这个良家妇女了 所以呢 基于以上四点 忽兰大侠 在这个地方 就孕育而生了 老刘可以 和你确定的说 忽兰大侠是存在的 这个人 但是网上这个 忽兰大侠的这些传说呀 90%啊 都是假的 那 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1986年的这个 忽兰县呢 压根就没有警察死亡 更谈不上 52人 被忽兰大侠所杀了 其实 稍微有智商的人 咱们可以这个 想得到哈 一个吃刀的 怎么可能杀了52个人呢 这个 咱们当一把计算器 算一下 你说 就是这房间里面是 放了52个小鸡仔 你追上去 一个一个的 抹脖子 还要 杀多久啊 得杀多久啊 更别说52个活人了 有一个网友说的好啊 他说什么呢 给他算了一笔账 当晚吧 预算为6个小时 毕竟这个天不够黑 也不好下手 于是 你杀52人 6个小时 平均是7分钟不到 再加上你上下楼 走道开门 撬锁 平均一个人 哎 5分钟 效率得多高啊 另外呢 假设这是大侠 连续6个小时 不断的杀人呢 你老田 你你你感觉一下 就算去了这个屠宰厂 你找一个这个屠宰的工人问一问 一天连续杀猪20只 会不会累得跟孙子一样啊 哎 而且那是绑好的猪啊 你上去杀下 这里是52个欢蹦 活蹦乱跳的人 其中还有27个 接受过或多或少的 这个 攻减法的一种 格斗的训练 再说了 死者52人都是哑巴吗 大老晚上呢 哎 在这种 歌音不打的楼里 喊一声 就没有一个人警觉吗 再说了 再牛逼的这个匕首啊 你能连续杀52人 这匕首还好用吗 所以啊 这个事 老田 不是真的 不可能是真的 哎 除非他用的是屠龙刀啊 这些忽兰大侠的传说呀 基本上啊 都是网上 哎 这些人呢 可以说啊 是为了不厌群也好 脖子没也好 胡舟出来的 哎 胡吹出来的 但是 真正的忽兰大侠 真的杀过警察 但是杀的并不多 这个忽兰大侠呀 在这个黑龙江省的这个 记载的一个档案当中啊 是有过这样的一个记录的 黑龙江省公安殷列的名单当中 明确的写到了最初的一个案件 这是1987年的6月6号 黑龙江省的忽兰县公安局的 徐宝香的一个派出所民警 叫做张福贵和他的家人 在家里睡觉的时候 被一个歹徒用刀刺伤 张福贵同志当场牺牲 张福贵全家五口人 只有女儿被刺伤为死 这应该是真正的忽兰大侠 所做的第一系案件 中国这个地方啊 尤其是东北啊 有这个隐瞒这个案情的传统 这个案子呢 没有公开 具体案情不明 老刘其实也没办法分析了 但是我们单纯的根据 这句话来分析啊 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 百徒啊 很有可能是报复杀人 全家都被用这个匕首给刺死 只有一个女儿 侥幸受伤没死 显然这不是一般的入室盗窃抢劫呀 比如说盗窃抢劫 如果被这个护主发现了 双方进行扭打 那没必要杀人全家呀 对吧 连小孩也给捅了几刀 这十有八九 就是报复杀人 目的就是要杀了你全家呀 按照这个常理来说呀 凶手和这个民警张福贵呀 应该说有什么样的刻骨仇恨 不但杀了他 连他老婆孩子也都会干掉了 至于凶手是什么人呢 只要分析这个民警张福贵的背景了 看看他到底有什么仇人 忽兰是个小地方 哪出这事 街头一出巷尾悬知道了 哎 县城呢 也就十几万人 再加上农村呢 加起来也就三十多万人 没有多少人 张福贵这样的一个小地方的民警 有什么仇人呢 应该呀 不难发现 可惜这个案情不公开 所以呢 无从分析 没法知道 小小的湖南县长条有多大呢 虽然警方严密的封锁消息 但是民警张福贵全家被杀的事情 还是传开了 但是让人震惊的是 习警案件呢 可不是这个独立的这一起 1987年10月12号 黑龙江省的八雁县的公安局 这个万发派出所的所长 贺瑞陈同志 下班回家的头中 被一个犯罪嫌疑人跟踪 他发现之后 就与这个犯罪嫌疑人展开了搏斗 但是光荣的牺牲了 也许大家都会奇怪呀 八雁县死了一个所长 和忽兰县有什么关系呀 两个地方嘛 其实啊 这个八雁县呢 和忽兰县呢 是这个林县 之前呢 多年都没有发生过 这种袭警 致死的案件 忽兰县的这个民警 张福贵全家被杀之后 仅仅四个月 八雁县派出所所长又被杀 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而且 歹徒是尾随 贺瑞臣身后行凶的 当年民警啊 都是穿着这个制服上下班 歹徒不会是抢劫 或者认错人 应该就是报复杀人 看来 这歹徒和张福贵 还有贺瑞臣 一定有比较大的仇恨 不惜冒险 在半年之内啊 连续作案 但是 这些连续的杀警案 还没结束 短短两周之后 第三起案件发生了 1987年的10月27号的夜间 黑龙江省忽兰县的公安局民警 马福林 一家三口 在家中被犯罪协议人 用刀砍死 不幸牺牲 这个案件 和杀害张福贵全家 完全一致 也是杀利全家 凶器 也是刀 可以断定 是同一人所为 此案后 两个月 也就是1987年的 12月23号 16点多 又发生第四起大案 黑龙江省忽兰县公安局 建国派出所的民警 朱海同志 去局长家 汇报工作 在局长家门口 被犯罪嫌疑人 用五四式的手枪 击中两枪 经抢救 无效牺牲 老铁主意啊 这一次凶手 不再是用刀了 而是敢用枪了 这把枪哪来的呀 很可能就是他杀害 马福林全家以后 从他的家里盗窃的 盗窃了枪 这可否定啊 之前有些人推测了 认为歹徒呢 袭击警察 可能是像这个什么 汉匪白宝山 周克华之类的 是为了抢劫枪械 去做大案 你想啊 如果歹徒是为了 抢枪去杀警察 那么这个时候 已经警察已经杀掉了 枪已经抢到了 就没有必须 没有这个必要 继续去枪杀警察了 对吧 应该立即去做 他计划当中的 那些大要案 但是呢 歹徒没这么做 而是继续袭警 这从侧面就说明 歹徒的目的 就是为了袭警 而不是抢枪 袭警就是他唯一的目的 抢枪 只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这起案件之中 改图的目标 究竟是不是民警珠海呀 不好说 如果杀珠海 完全可以在路上动手 或者以之前的模式 潜入他的家里边动手 为什么跑到公安局 局长家门口 去杀人呢 老刘个人认为呀 这个歹徒的目标啊 很有可能 不是珠海 而是这个忽兰县 公安局的局长 凶手持枪 准备呀 去杀死局长 但是无意中啊 却被赶来汇报工作的这个珠海 给撞上了 只好开枪 杀了他 歹徒显然呢 是将杀死公安局局长 作为在忽兰的最后目标 但是最终啊 这个目标没有实现 由此忽兰大侠所谓的案件似乎结束了 之后忽兰出现的警察死防案件 是相隔八年以后的1995年的事情了 应该和这些系列案件没有关系 但是在第四起案件发生的一年之后 哈尔滨呢 却又出现了两起持枪袭警案件 1988年9月28号上午9点多钟 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公安局 南港分局治安民警王于复同志 从这个家里面出来准备呀 去上班 当他来到这个院门口的时候 被等待多时刺激作案的犯罪嫌疑人 连开两枪 不幸牺牲 1991年4月11号 哈尔滨市公安局南港分局通达派出所的民警张岳奎 在下班途中 被歹徒用手枪击中太阳穴当场身亡 至于这两个案件呢 是不是忽兰大侠做的呢 老六推测呀 很有可能啊 大家可以翻一翻呢 全国这个袭警系列案件的资料 看看有几个警察是被人用手枪给杀死的呀 绝对少之又少 屈之可数啊 在忽兰大侠这个案件之后啊 短短的一年的时间里 距离不远的 哈尔滨连续发生两起恶性持枪袭警案件 你看说这是巧合 其实无需争论 简单呢 检验一下这个弹道就真相大白了 可是遗憾的是 警方资料啊 就是不对这个社会公布 所以啊 老铁呀 咱们是不能知道这个真正的真相吧 根据目前这些资料分析呢 可以得出几个结论了 第一 凶手就是报复杀人 报复警察 而且是杀你全家 前后杀死了六名警察 第二 歹徒身份可疑 通过案件受害者 都围绕着忽兰来看 凶手无疑 就是忽兰当地人 至少是长期在忽兰生活过的 他有可能是一个受警方打击的人 和这些警察呀 都有仇恨 或者呢 他就是一个警方内部的人 和同事有较大的矛盾 通过他呢 可以熟练的使用手枪 并且埋伏习警来看 似乎应该不是初犯 应该懂得一些作案的技巧 第三呢 这个凶手其实啊 并不难捉 你要杀了这么多警察 不是偶然的 肯定和这些人有联系呀 因为死者众多 有都是警察 不难排查出嫌疑对象的 尤其忽兰 我说了 是个小地方 这些警察抓捕的犯人 应该不多 范围呀 其实 应该是较小的 旁边那个县和哈尔滨的警察 也有遇害的 并案起来一查 其实我觉得挺简单的 但是 就是这个似乎并不难侦破的案件 事实上 却是多年悬而未过的一案 这也并不稀奇 为啥呢 哎呀 通过很多这个案件的了解呀 我对这个县城警察的破案能力 有点了解 哎呀 以他们的这个破案能力呀 除非当机抓住现行 不然 是很难侦破 一些复杂案件的 所以呢 这个警方 又刻意对民众呢 隐瞒案情 导致啊 这个民间 谣言四起 咱这个东北的老铁呀 老百姓啊 赋予想象力呀 很快就创造出了 忽兰大侠来 哎 说什么 一把匕首 连杀几百人 只杀恶警 不杀老百姓之类 搞得全国文明 但是 就案件本身来说 老刘要清楚的告诉各位老铁 不能说忽兰大侠是什么善类 两次杀人全家 就属于最大恶极 即便被杀了警察 有可能贪腐败 甚至呢 是有害你的行为 但是 获不及妻儿啊 对吧 杀人的孩子干啥呀 哎 最近呢 这个破获的 就是那个这儿 破获的那个白银 甘肃白银案件当中 歹徒虽然杀死了很多 无辜女性 甚至是杀了一个 八岁的孩子 哎 但他毕竟啊 还放过了一个 接近一岁的这个受害者 没杀 多少啊 还算是有些人性 还有呢 汉匪白宝山 持枪 抢劫这个军械库的时候 曾经 被一个路过的 这个农村老汉呢 看到了他的背影 背着枪 哎 白宝山也把他放过了 相比起来 所谓的忽兰大侠 显然就是一个滥杀无辜 和正义不搭边的一个歹徒啊 那么为什么忽兰大侠 被谣言传成这样 传到全国 还盛传了大概几十年之久呢 很简单 还是那个道理 一开始我说的 忽兰这个地方啊 当地呀 腐败混乱 老百姓 没有办法通过 正常合法的渠道 哎 发泄不满 就只能通过 这些添油 加速的谣言 制造出了这么一个 暗黑执法者呀 目前关于忽兰大侠 到底是谁 只有这个坊间的传说 大体的传说当中 有这么几个 第一说 忽兰大侠就是个警察 忽兰县的这个小道消息说呀 曾经在多年以后 在警方家属大楼里面 发现了行凶手枪的零件 由此推测凶手 可能就是忽兰的某一个警察 哎呀 这个听起来 其实有些不可思议 处理凶器怎么能那么草率呢 没事把凶器丢自己家里了 哎 这个说法啊 不太可信 第二个说呢 忽兰大侠身体强壮 有反侦察的意识 根据这个技术手段呢 应该是踩到这个脚印来判断 忽兰大侠身高啊 在一米八以上 体重呢 较重 是个身强力壮的大汉 如果不是这样 他也很难用一把刀杀死别人 别人家里的五口人呢 第三 当时啊 忽兰警方 为了抓住凶手啊 几乎挨家挨户的上门去检查 但是都是无功而返 据说这个忽兰大侠 有很强的反侦察的手段 故意留下了一些呀 半真半假的线索 忽兰警方被误导 追踪这个假线索去了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警力 到发现上当呢 忽兰大侠已经杀光了所有的仇人 跑的是无影无踪 坊间就传说呀 一路警方已经将这个嫌疑人的范围啊 缩得很小了 但是却始终啊 无法锁定到底是谁 只能不了了之了 忽兰大侠这个案子呀 各位老铁 其实本身呢 并不是什么特大案件 哎 一个当时那个 持这八一杠的那个百宝山 就可以顶得上 这十个湖南大侠了 关键在于啊 就是为什么湖南大侠 杀了一百多人 这个谣言 能够传遍全国 经几十年而不衰呢 哎呀 这个就得要这个当权者思考思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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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